当凤九和那母虎在说话时,陆家的人便醒了,他们诧异地看着那只母虎竟咬着自己的虎仔,推给凤九,更觉得不可思议的是,一晚的时间,原本眼影一息的母虎竟然恢复了升级,这恢复的速度让他们不由觉地诧异。 小白虎伸了伸懒腰,小虎嘴一张,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,迈着软软无力的四条小短腿从凤九身前跑回了母虎身边,虎头虎脑的小脑袋在那母虎身下胡乱蹭,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 凤九看了微微一笑,看着那小白虎养着那圆圆的小脑袋正拼命地在母虎身下吸食,还不时微转过头盯着凤九看。 母虎由他吃着,一边爱怜地看着他的孩子,一只虎爪抬起,轻轻抚着小奶虎雪白的皮毛,直到他打了个宝阁,这才又将他推到凤九的面前。 哼,你要将他给我吗? 凤九心下盘算着,要不要带上这只小白虎,母虎嘀好一声,再一次将跑回来的小奶虎推到凤九身边。 这一次,他没有再停留,转身一跃,窜入树林中,消失不见。 小奶虎见母虎走了,迈着小短腿就要追上去。 然而跑出一阵距离,却找不到母虎的去向,不由蹲坐在那里,发出嗷嗷的声音,看起来有些可怜。 凤九走上前,将小白虎抱了起来,看了看山林。 不用看了,你娘把你给我了,以后有机会你再来看他吧。 抱着小白虎来到陆家人的面前,停下脚步,他看着陆老爷。 陆大叔,什么时候启程呢?这下山的路还有多远? 随时都可以走,如果加快脚程的话,也许四五天可以走出去。 凤小兄弟,你这只小白虎若是这样抱下山,只怕是会给你招来祸端呢。 只是一只小奶虎,不会的。 小心一点总归是好的,倒不如你先将这小奶虎契约了,再收入契约空间中,这样也不会引起旁人注意呀。 嗯,等到时离开这片山林再说吧,现在他还小,我还得想想给他找点什么东西吃呢。 哈哈,可以先喂着清水,等到城里再买些羊奶或者粥水都可以。 陆老爷一边示意众人清干净火堆,这才一边往下走。 在他们走远后,山林的某一处,那只母虎又再度走了出来,站在树木间远远地看着。 直到看不到他们身影之后,这才纵身一跃,回到深山之中。